其實這個MySQL它的作用 至少就是說它能夠容納的資料量 就沒有1048576的限制 沒有100多萬筆的限制 像之前有同學把資料放好幾GB的資料 丟到MySQL裡面也沒事 而且跑得還蠻快的 所以如果 你會有需要大量 大家共用 那你可能就想到資料庫 因為你如果共用的話 放eSale其實不是很好 而且效率也不高 跑起來會很慢 如果你有可能需要效率高 資料要大的話 那這個時候呢你就想到可能又可以用資料庫 如果說你又希望說那個資料庫最好是 比較不用有費用的問題 那你可以想到MySQL 那待會我們大概就是會練習 總共五個功能就好了 第一個就是說新增某一筆單筆 比如說我新增第一筆 直接先丟到那個資料庫裡面就對了 那資料庫裡面大概就比如說我今天新增某一筆好了 他一定是會有個編號 品名一直到地區 所以總共會有12345 有6個欄位 OK 那我要怎麼樣可以 當我按一下新增單筆這個 按鈕 他會自動幫我新增資料到資料庫裡面 OK 另外的話單筆OK之後 你就可以再把它改成新增全部 那所謂的全部 其實就是跑個回圈 for i 等於第2列到最下面一列 做什麼呢 一個一個的insert 一個一個的把資料丟進去 就全部都可以丟進去了 再來把舊的刪掉 那表示說呢 我現在全部都寫過去了 那刪掉意思是說呢 我這邊已經沒有了 如果說呢 大家都把資料丟過去 變成說我把它匯整到資料庫了 那我把自己的刪掉 資料庫裡面 所存的就是所有的人的 資料 再來也許我可以 再從MySQL資料庫裡面把資料 再匯回來 那就可以丟過去 也可以抓回來 OK 那另外的話呢 抓回來的時候還可以練習一下 再把那個MySQL裡面的資料給刪掉 所以 後面我們大概會練習這5個功能 大概就很簡單的 可以丟過去 可以讀回來 可以刪除 那大概比較常用的那個資料庫功能大概就這些 那怎麼做 我想 剛剛講的那個第一個啦 不過因為 你們要下載的時間比較久 所以我們先 大概 先講一下後面的東西 然後 接下來就是 如果你們待會 RUN起來之後 那還需要注意哪些事情呢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把那個web伺服器 就是網站伺服器 Apple RUN起來 MySQL是資料庫的伺服器 那可是問題 會有一個安全性的 設定 可能要設定一下 那這個所謂的安全性設定 裡面呢如果你們把 這個 SAMP裡面的 這邊 啟動START 旁邊 Admin 這個Admin 中文的意思就要管理 那所謂的管理就是你把它按下去 你就可以管理什麼 管理那個 那個網站的伺服器 所以你把它點擊這個Admin 點擊他 這個時候 他會跳一個什麼 跳一個 網頁 直接就幫你開起來 那這個時候呢 他會跳那個SAMP這個 伺服器 的管理中心 不過他第一個問你說因為他 他是多國語系啦 所以他問你說 你要用哪一個語言呢 不過 我是不太建議用這個中文 因為你這個中文 點進來 他是簡體的 反而好像有些地方會變亂嘛 所以我的習慣什麼 用乾脆用英文的好了 OK 等一下你們可以吃啦 反正就知道一下那個 設定的方式 只要位子一樣 大概就就可以設定 我們用英文的 那英文的環境裡面的話 點擊進來之後這邊有很多的選項 其中一個就是 安全性 Security 所以這個Security 你可能要點擊下去 點擊進來他會跳另外一頁 OK 不過你會發現喔 目前的Security怎麼樣 全部都是亮紅燈 123 那也就是說 你現在這個網站 雖然已經架設起來 但是呢 目前是處於 沒有安全 沒有那個 就是設定密碼 也就是任何人都可以進到這個你的管理中心 那當然不行啊 如果駭客入侵的話 他很方便就可以進到裡面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去設定什麼 相關的安全性 那這裡安全性 包含兩個 一個是 網站的安全性 一個是 資料庫 的安全性 所以這個地方總共 雖然有三個 上面兩個 我記得好像 這個是 SAMP的一個 什麼呢 他的存取權限 好每個人都可以存取 那另外的這個是 MySQL的 安全性 密碼 另外的話呢 管理這個 PHP買的密 是管理MySQL資料庫的安全性 所以會有三個地方 可能要稍微設定 那設定的方法特別重要 請你點選下面有個連結 就在這裡 點擊他 那要怎麼樣可以把它變成安全 其實 大概記一下 第一個 這個 叫MySQL的superuser 指的是什麼呢 指的是 MySQL的管理員 他的帳號 叫做Root 特別之后 預設都是Root OK 那能不能改 我記得好像是可以改 不過一般是比較少改 一般 預設的帳號 是Root 可是密碼預設是空的 所以怎麼辦呢 請你把密碼稍微改一下 密碼改什麼比較好 記得我是改什麼 改1234 看一下我記得 這個連接後面 如果你這個改完你要記得 我的程式裡面 有1234 OK Password 所以呢這個密碼 請你輸入1234 然後呢 另外一個密碼 也是一樣 這個是重新再輸入一遍 兩個都一樣 然後呢 再來你把這個 底下這個按鈕 Password 把它改一下 OK 要不要儲存 把它儲存一下 那你這個時候呢 再把它關閉 從Security再點擊一下 你會發現 這個 跟這個 有沒有 他本來是紅色的 他就變成綠色 OK 所以第一個 我們的 MySQL 的部分 已經 設定好了 裡面其實就是 他的帳號 還是 密碼 我把它改1234 上面這個還沒改 所以你再點擊這邊一下 OK 那所以上面這一塊不要改 改下面這一塊 這個是指的是那個SAMP的管理 那管理的話基本上 User 指的是什麼呢 你的那個管理員的帳號叫什麼 我的習慣是用Root 所以這邊打一個Root 跟那個 MySQL用一樣的好了 那帳號的話呢 我也用 一樣的 1234 這樣比較好記 那不過未來 如果說呢 你自己的 伺服器 你可以設定別的 你不見得一定要取一樣的名稱 然後這個跟這個Root 跟MySQL一樣 Root 那這邊1234 那這個地方的話 底下的按鈕 叫MagSafe Safe 那個 就是這個密碼 把它 變更一下 好按下去之後 那他也會幫我把他那個 做變更 所以這個時候呢 你在 關掉 再切一下Secure 你會發現 三個 都變成綠色 OK 那表示你的安全性 已經無餘了 那不過 如果你把他關掉 這個也關掉 再從這邊 Admin進來的話 你會發現 進到 這個OK 理論上應該是 安全 設定 OK 反正 這個地方的話 理論上就是 這三個呢 把它變成紅的就好了 把紅的變綠的就可以 那 相關的動作 其實我這邊是有把它截圖啦 不過有些 細節的圖 可能沒有 那你們可以先試試看 那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來 我來 我們先來 這個位置 來 看 我們要不要 我們要不要 解決 我們要不要